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导致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垮台的王立军 检查当局17号18号针对他涉嫌的四项罪行进行了庭审 中共喉舌新华网19号刊登了整个庭审和案情始末的报道 长篇陈述王立军案件的内情 国际媒体也引述了报道中的其中内容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称 这则报道间接提及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则以官方披露王立军案内情 薄熙来涉案胡志玉出为标题 法广的文章说 对于重庆薄熙来唱红打黑的主要执行者 王立军他的选择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 还直接引发了薄熙来的下台和极左的重庆模式的崩盘 王立军的选择让许多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个人的崇拜者痛恨不已 但他本人就是重庆模式的一部分 无论其中的荣光或者背后的阴暗 他都难以被完全切割开来 不过媒体人说 某种程度王立军救了中国 改写了历史的可能走向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 据报道反日示威蔓延了100个城市左右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连续8天群众进行示威抗议 示威活动被指为受到官方的操控 但经过918后北京反日退烧 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前马路恢复了车辆通行 完全不见抗议者的踪影 这个降温举动被认为是北京在中共十八大即将举行前 为避免影响中共中央的权力平稳过渡 及社会安定而进行的维稳 但9月19号多家媒体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的座驾 成为民众攻击的另一个目标 9月18号下午洛家辉乘坐的公务车外出返回使馆的时候 在大门前受到了几十名中国示威民众的拦阻和攻击 示威民众当时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等的口号 并践踏美国国旗 美国之音报道 这次美国驻华大使坐车受拦阻引起网友的关注 网友假假说 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势力可以那么准确的定位 并找到日本大使美国大使的座驾然后围堵 然后拔旗 在过去的这么多年中从未出现过这样的状况 在一个月内居然发生了两次 而918的反日游行中 一位老人对毛主席 我们想念您这个口号提出了反对 他说将这种维护国家尊元和民族大义的愿望 寄托在毛泽东身上是错误的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一年轻人听后上去就给了老人两记耳光 说这是在侮辱毛主席 两人互骂对方是汉奸 19号早上网友指认打人的疑似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 当天现场照片被网友传到了网络上 韩德强迅速做出了回应 韩德强说在他看来 骂毛泽东的人就是汉奸 就是日本人的内应 一名博客在博文中说 一个学者一言不合就打人还打老人 究竟是什么素质 国家和执政党及领袖是一回事吗 反对毛就是汉奸 就是日本人内应 那按这个逻辑 当年反对讲的是什么 好观众朋友 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 时事今晚 здесь呢 我们可以喂 人员 人员 出吐 人员 北京 在